另外一个是擅长投射的林志杰 辽宁志这边应该加强他的防守 还有就是擅长偷下的刘征 擅长跑了很多的快攻 直接篮板球抢不到 10秒钟 郭艾伦强突 好球 而且福泽森这个点你得攻他 对 失误了 看是不是崴脚了 这是一个郭艾伦转换进攻 漂亮 连续两个 上来是连得4分 哎呦 这也好球 必须得投 必须得投 要不连不下去 那他就有的一打 哎呀 差点 外门上步进来 左手上来好球 其实今天怎么 这个赵纪伟也好 包括郭艾伦 他们扑的这个能力太强了 好球郭艾伦 扑的能力太强 广煞啊 我觉得是可以叫个暂停了 其实 你看他 孙明辉啊 胡金秋为什么成长那么快 这个是自己很努力 再一个是他打国际大赛打多 你看他这个场上积极 郭艾伦 这就麻烦了 人间被过掉 对 是换位换到李金龙 对 好 瞎伐命中 做这种技巧是可以的 但是呢 就是别太 太显得激动 对 就你自己不要因为这个球 就受干扰 对 另外你刚才啊 触碰裁判了 郭艾伦 三分线外出机会 好球 三分命中 但是呢 他打球就特聪明 对 特沉稳 漂亮 郭艾伦 2加1 你比如说今天郭艾伦啊 T5上来之后 真是真是不错 抓住重点了 他往那一站 其实他滑不动的 对 你看啊 一步 就这个郭艾伦啊 他过福特森 运起球来 这第一步是最容易甩开对手的 对 就第一步过就过去了 对 你再捣蹭过不去 也还得再往回转 对 卡德森 往一步 直接起来 三分命中 上半场比赛 辽宁队的三分球是 14投7中 50%的命中率 外轮外线的三分 漂亮 现在辽宁队三分球 心情非常糊 对 头俩六分就出去了 外轮外线三分球出手 好漂亮 今天 人人都很有信心 对 有一半的都分来自于三分球 对 外轮 便下 突分 韩德军 大勾手 漂亮 韩德军 好 最后五秒 外轮 突进来 好球 还了一个2加1 王莎这个在大韩身边的这个球员 英爱福德森 其实福德森上来干扰一下韩德军 效果会更好 不让他出球处理球那么简单 两边其实都冤 好 郭艾伦 这次罚球命中 广莎夹脸 郭艾伦 分得不错 看赵俊伟 低脚的三分球 三分还是硬 赵俊伟 这是今天第一次出手三分球 他出来 两秒锁了 赤手了个联防 全量比赛结束 最终的梁军队是在客场121比115 6分的优势 击败了浙江广煞 昨天推荐 4 或者关雨 4 在圆线 加热 4 小吉他 5小匹 I